随着南港东区门户计划 台北车站西区门户计划 加速城市发展 位在北区的诗林 也因为北投诗林科技园区 成为建设重点 其中连外交通就是一大优势 松山高可以连接全台湾 包括说像这边有州美快速道路 还有包括说像环块 两条快速道路 那这边也有捷运 除了我们讲到的 信义淡水线之外 包括说像未来的环状线 甚至是轻轨东西 东西南北线都在这边会交汇 北市科是台北最后一块大型重画区 也是科技走廊的最后一块拼图 将串联起内科南软 全力发展医疗生技智慧科技 台北市的第一个TOD案就在士林 捷运士林站将衔接环状线Y26站 将吸引百货商场跟饭店进驻 提升旅运价值 结合北市科成为北需的新门户 政府和民间在士林的投资齐发 像是与农市场都更案 老街区准备焕燃一新 士林职场跟星光纺织的万瓶开发 更值得外界期待 包括说像金人宝集团 已经把总部设到这个地方来 那金人宝集团其实有非常多的产业 横跨包括说像智慧制造 还有生技 还有包括说像这个绿能等等 另外就是中顶 中顶的总部也是在这边 那包括说未来可能会新建的这个 星光的这个Twin Tower 根据预估来说 可能会有上百家的科技业者 在此这个落地 民间跟政府合力投资 至少是3500亿以上 那未来会让这边产生 至少是10兆新台币以上的产值 那你更不用讲 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 至少是1.5万人以上 那辐射出去的效果 可能有4万多人 超过94公顷的北市科 住产用地不到14% 有超过30家的一线建商差期 这是看好产业带动的 居住需求 建商其实是嗅觉最敏感 就是说它既然是台北最后一块 非常完整的这个拼图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有包括说像 达利建设 润泰 国泰 等等的这个建商 营建公司既然会在此差期的话 那当然也代表着这个未来 也是备受营建公司 所看好的一块地方 这里是北市科的新中美段 拥有台北市难得的清水堤防 漫步其中 山景跟河景相呼应 视野非常地辽阔 超过2万坪河岸绿地 妇科大植水岸豪宅聚落 北市科周边商签 生活机能完善 学区跟医疗十分顶尖 这边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学区 目前为止已知 就大概有五所学校 这个其中有包括说像日桥 或是美国学校 或是欧洲学校等等 三所国际学校至少有 包括说像荣种等等 五所大型的这个医院 还有两所的医学中心 三面零路的达立合运 基地面积高达1500平 除了是大街扩开发 还规划了超过200平的休闲会所 以及600多平的花园 借近北市过去的大型重画 信义 内湖 南港的增长潜力 专家认为北市科目前处于 最有爆发力的出生阶段 台北尤其是以周边的房价来说话 至少已经美平都已经看到 200万以上了 那如果我们过个桥 到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它的房价也到100万左右了 最高已经看到这边 所以相对之下 中美这一代的这个 或者是北市科的发展 显然就显然更有它的这个 爆发的这个力道 水岸 交通 产业 建设齐发 让北市科的发展备受瞩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